四天的假期過去了 你有沒有發現到 你出去外面到處都是人 滿滿的人 另外路上滿滿的車 但是我們的官員很厲害 他居然跟我們說 你們要懂得趨吉避凶 聰明的人要找到聰明的方法 這看來我們這些民眾 是不是都變笨了 是 我們都知道 大家真的都悶壞了 所以這一次端午連假 真的是暴富性出遊 全台灣各地全部都塞爆了 你知道板橋到宜蘭 有人就走了四個小時 板橋到宜蘭 四個小時 以前開車可以開到台南以南 所以這真的是 讓大家覺得很離奇 有人說這根本已經不是出遊 已經變成車聚了 因為大家全部都塞在那邊 乾脆直接聚在一起 所有的園區景點 到處都是人 你看這圖上滿滿的花蓮也好 建湖山也好 澎湖也好 你看到處都是人 放假的這樣更誇張你知道嗎 他一天把14000公升的95000 機油全部賣光 下面的油箱都沒油了 是 完全都沒油 你知道他已經 大概相當於389輛小轎車的 這樣的一個油量 油槽全部都抽乾了 小琉球也是連續兩天 擠進一大堆的人都破萬人 400多家民宿全部都爆滿了 根本找不到位置 澎湖那個魁壁山 那個說真的其實有點不太好 就是很多遊客就再來講 你要等步道出來的時候 才能下去 結果有超過300人 管他什麼步道不步道 我們就直接下去玩了 我覺得這個是有危險性的 大家還是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知道交通真的很塞 蘇花廊道一天17000多車次 你知道 然後高速公路也是平常的 1.4倍以上 我們都知道會塞 可是你交通部有什麼責任 想辦法讓我們能夠 是不是稍微緩解一下 可是我們的部長 不是告訴我們怎麼去做 而是告訴我們什麼 你要做聰明用路人 要會趨吉避凶 選擇最好的時間和路段 不要自己去塞 自用車 車流這家一定比較塞 沒有超乎預期 一切都在他們預算當中 你確定是這樣子嗎 老實說今天塞車當然 他有一定的沒有辦法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 是整整塞了32個小時 32個小時 請教一下一天才24個小時 哪一個時段是比較聰明的時段 他從前一天塞到就有一天 這樣塞法 這非常誇張 而且我跟你講 錯了還不認錯 他到隔兩天之後 他說各界的指教我虛心自省 但是我先前的表達方式 確實不夠精確 我也願意修正 可是他要修正什麼 他說我其實是在推銷1968APP 多用高工具的APP 就可以掌握即時路況 不是我失言 他這硬拗吧 我們大家來聽聽看 他到底失言沒有 不要在尖鋒時間 在特定的路段 自己要去塞 做一個聰明的用路人 能夠趨吉避凶 那個脈絡是我在推銷1968APP 就是說如果多用我們的高工具的1968APP 還有我們公路總局的幸福公路的APP 那就可以掌握即時路況 一開始比較塞 後來售價的時候不塞了 大家覺得說有點神奇 老實講他有沒有失言 大家自己去判斷 我也不講 有的人認為有 有的人認為沒有 但是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選一個交通部長出來 不是讓你去跟我們講風涼話 你要告訴我們怎麼辦 他要幫我們解決問題才對 所以網路上已經開始掀起了什麼 像加隆道歉運動會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總統上次不就講 我們台中人欠林家王一個道歉 現在全國都欠他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大家變成 把他弄成馬路塞車了 你看 對不起林部長 我不該住宜蘭 星期三去台北辦公 我回家花四個小時 是我該死 我不聰明 對不起林部長 大家連假都應該待在家裡 不應該出門 你不是叫我們出門 消費玩樂促進經濟 是 問題你叫我出門 現在塞車怪我 徹底都實在說不通了 所以我們都是笨蛋 只有你聰明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我問我說 你何不食肉糜 難怪會輸掉台中 因為高空局本來說 這個一切車流是超乎 我們想像預期 可是後來大概覺得 直接打臉部長不太好 所以晚上又緊急發聲明說 沒有 他下午已經舒緩 一切都符合預期 然後已經到了時速60公里 OK的 那這樣到底在幹嘛 然後甚至連同黨的王世堅都講 我們民眾休假 血汗前出遊 你政府不應該說風涼話 所以加上部長今天又說了 最好是大家搭輪船就不會塞車了 我也知道搭輪船不會塞車 搭輪船能夠去哪裡 但是我必須說 我們政府講幹話的 也不只是林佳龍一個人 因為今天又有一個 政經三倍券的宣導 宣導了什麼呢 就是這個到底要如何使用 可是問題還是回到原點 因為就是有人不會用網路 所以我不會用網路了 變成怎麼樣 我還是要 我預購的時候 我先跑去便利店這些地方 先去預購一次 然後到零的時候我再去一次 你至少要去兩次 不就是這樣嗎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用電腦 所以我覺得 你們老是這樣講這些東西 到底有沒有辦法真正 幫民眾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網美發笑出來講說 我不進廠商找零 但禁止民眾用獻機 向他人收購 也就是說之前有網路上 講了很多收購這些東西 都是違法的 然後我們的副院長 現在已經容申 從經濟部長容申的副院長 之前不是告訴我們說 一千變三千 三千之後變成四六八七 對不對 現在提都不提了 沒這件事 就當作沒這件事發生 是這樣子嗎 然後現在還要雷厲風行 說經濟部長容 企業處長何敬昌就說 如果有檢舉的 你就直接去收購這個三倍券的話 我們要開罰的 你不可以隨便買 所以我覺得 你政府一定要把這東西 搞這麼複雜 而且現在來了 58家電商是白名單 你就只有這58家才可以用 其他都不能用 這是非常麻煩 因為你要知道很多廠商 我不是只有實體販售 我網路上也有販售 可是會產生一個奇景 你知道 我去實體買可以 可是我在網路上跟他買不行 同一家廠商 就是一樣東西 居然會有這樣的差異 所以這不是搞越搞越複雜 而且我請問一下 你怎麼規範 對 你怎麼認定 對 你怎麼認定 人家還不是一樣 就是一個交易 所以我覺得 何必要搞這麼複雜 搞死自己 你就不能想出一些 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 端午的四天的假期過去了 結果搞到最後 心裡面真是 我自己花自己的錢出去消費 結果搞到最後 我在外面塞個半死 政府還在那邊怪我說 我太笨了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在這一段時間 確實有一些言論 是讓大家很不能夠接受 我在想他可能是覺得說 現在在這幾次的 這個選舉的政治氛圍 感覺上好像民進黨的盤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官員講話 都不經大腦 你光看林佳龍的那個說法 他說要趨吉避凶 我只問一件事 我在想 林部長 你可能沒有自己開車去過宜蘭 你沒有自己開車走過國五 為什麼 你如果常常走國五 或你住宜蘭 或要往花東去 你就會知道 如果你走國道5號 一般正常來講 從台北這邊到宜蘭 差不多是一個小時 你如果不走的話 你就走北宜 從北宜的話 從新店那個地方上去 到宜蘭 差不多如果不塞車 大概一個半小時到 兩個小時能到 如果你這兩條路都不走 你只有第三條路 叫做走冰海 冰海差不多兩個半小時 到三個小時左右 請問第四條路在哪裡 沒有第四條 沒有第四條 除非你坐鐵路 問題是鐵路你要買得到票 所以當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你想想看 在端午假期之前 就一直在講說 現在有暴復性的出遊 暴復性的出遊 你都已經知道說 因為大家沒辦法出國 所以一定會造成它爆滿 甚至林佳龍 你們交通部 可以掌握的東西太多 因為觀光就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掌握 各地的住房率 大事實在都在講說 那個什麼飯店什麼都爆掉了 大家都訂房訂不到或什麼 你就可以預測到說 它其實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車流量 好 你知道高工具 他們原先預估的車流量 是說他認為說 在廉價的時候 跟平日差多少 差1.9倍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它對於這個所謂增加 第一個它預測就是失準 因為它爆出了1.9倍 比那個還多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它的高承載管制完全沒有調整 也就是它是用它最傳統的方式 就是我晚上12點到凌晨5點的時候 我不收費 然後我7點的時候 到5點到中午12點的時候 我就進行所謂的高承載 什麼叫做高承載 他就告訴你說 三個人以下你不可以上去 三個以下 這叫做你傳統的方法 結果現在整個爆掉了之後 好 林佳龍一開始先講說 他們真的是用詞不夠精準 後來就講說沒有 他在宣導1968 不好意思 我請教一下 1968這個東西是你政策裡面 任內才提出來 不是 1968早就已經出來這麼久了 你為什麼你們沒有強調去講這個 而且我就算看1968是怎樣 就是賣出門而已 你就是跟我說他現在賣出門 這種東西我跟你講 民進黨就很愛幹這種事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2005年的時候發生一件事 那個詐騙集團猖獗 政府就說詐騙集團這麼多 大家都用ATM轉帳 結果我們又抓不到詐騙集團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就讓你被騙少一點 所以一開始先設定 你轉帳只能1萬塊 大家都開始罵你知道嗎 你還有手續費 還要轉帳費 扣一扣 我的成本這麼高 後來他說我幫你改成3萬好了 就一直用到今天為止 這就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不是 我跟你講 他根本不一 你知道嗎 他就是因為我抓不到 我就乾脆就限制你 今天的說法不是一樣嗎 我沒辦法限制你們 我沒辦法改勝塞車 所以最好就是去及避凶 我們去哪裡 不然要由他去伊蘭 要由他去花園 不是這樣 他就跟你說你就不要上路就好了 如果這麼簡單 我就要認證物 我自己看那個 我也知道會塞車 我就通通都不要用 你比較聰明 對 看Google地圖不就知道 因為官員 我說真的 你嚇到台東的警車給你們開到 你根本就不知道 民眾你開車會難過 你問我每天都在塞車 台北 伊蘭 台北 伊蘭在那邊跑 我當然會很清楚的知道 林佳龍就講幹話 說一下 你在網路上講的是什麼 你知道 你叫我怎麼去及避凶 你是32點鐘的 我對那32點鐘都不要出門 不然是要怎麼避 我就說你只有三條路而已 所以我覺得對於外界這個質疑 林佳龍他第一時間 我認為他有聽到 所以他才會講說 不好意思 我用詞不講 即使他沒有很 字很重的在道歉 但他最少覺得說 對 我有引起人家誤會 可是你立刻又改口說 沒有 我只是要推展這個東西 拜託 你推展這個有效 所以我就講 如果今天官員 都只有這種態度 叫你說 嚇什麼 民眾不要做就好 這官員就不用了 什麼人家酒頭也可以去做 茶頭也可以去做 你們這些官員要說